来喽 来喽 贵客 来喽 我们以十二万分的诚意 功夫两位小姐大驾光临 请 很好嘛 咱们这术室啊 打从开天霹雳来 从来没那么干净过啊 还有这么多喜气洋洋的年华呢 是啊 动切给你一下 是我跟明远的节奏 拜拜买不到的 明远 接下来一下吧 好 这是鱼药龙门 这是忠孝传家 还有老鼠娶媳妇 什么啊 老鼠娶媳妇也是吉祥话 当然了 我们人发了 说得咱们这儿老鼠 也得娶个媳妇好过年呢 真有意思 这是我们宿泽女生 自己炸的巧果 有面粉跟芝麻做咯 大家尝尝开 快打开吃吧 一路到我们那里 快打开 来你 哎呀 你有点规矩吧 像什么样子了 哎 徐克林 把你东西拿出来吧 快点了 好吗 怎么好吃的 还贴极 这东西啊 比吃的还实惠 哇 把你们每个人 设一条围巾 哎 你的 谢谢 你的 谢谢 你也 谢谢 好漂亮的围巾啊 五颜六色的 哎 哪那么多毛线啊 需要设毛线打的了 反正 饭含价也是闲着嘛 一时兴起 就设了几条围巾 咱们过年 总才有件新东西 谢谢啊 哎 明远 你发什么呆啊 快把你的好茶拿出来代课啊 哦 对对 我一时高兴给忘了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来帮忙 我也来帮忙 哎哎哎哎 后天就是大年夜啊 咱们南北市 也该再来一次大聚会啊 哎 只可惜街上的店啊 全都不开门啊 咱们宿舍的伙夫 也回家过年去了 我瞧咱们今年的厨系 是冷冷又清清了 哎 我到底不厨艺 嗯 说 咱们在李莫竹家过年怎么样 但我热闹热闹 还可以请房东大事 帮我们准备点肘菜什么的 给他钱就行了 哎 这主意不错 只有他那里啊 最自由自在的 又没有长辈在 任我们闹翻天 都没有人管哎 这 我看不好吧 为什么 和沐天没有回来 他心情不好啊 而且 我去看过他几次 他都无精打采点 哎 就因为他心情不好 我们更应该去让他开心开心啊 可是 可是 可是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管他什么问题不问题的 咱们先去啊 热热闹闹的陪他过个除夕 你们别不试相了 李莫竹正在害喜呢 赫离 哎 莫竹真的游戏了 是真的 不过 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哦 毕竟他还没有结婚呢 对我就不懂了 和沐天这一去也有一个多月 再怎么交通付出也该回来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他也不想想 让孟竹往哪去 我看到孟竹那个交心盼望的模样 心里也好急 可是 谁知道和沐天为什么还不回来 和沐天要是负了李孟竹 我第一个就饶不过他 和沐天绝不是负心汉 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替他担保 哎哎哎 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啊 育坤公共不然就不太太平 会不会日本鬼子乍当钢话 哎呀 别别别 哎呀 你一定的乌鸦嘴 就快过年 又不会说个吉祥话 是 孟竹 孟竹 哎 真是的 门上莲覆吉祥对点也没贴 嗯 早知道让明远血佛对联送过来吧 哎 他会不会不在 哎 要不就是何慕天回来了 两个人正躲在小屋子里头 亲亲我我呢 好了啦 你们都别猜了 我去敲门 怎么样啊 没有人呢 没有人一门呗 好像真的不在 我知道了 八成他是回娘家半年去了 今天不是年初二吗 女儿都回门的呗 你多明白 嫁入住的女儿才能回门呢 李梦中跟何慕天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结婚 他未必赶回家 小哥 你少出一件好不好 小姐 你们是不是找李小姐啊 是啊大婶 李小姐怎么不在家呢 上哪儿去了 他上昆明找何先生去了 他上昆明去了 你怎么知道 他从我开房子 说万一何先生回来的时候 叫我把他留下来 他马上回来 李小姐他走了多久了 没有多久啊 他奶妈送他去的 李小姐 你上哪儿去 我去阻止他 他感觉疯了 这条路走下来 会要他命的 等等我 我回来去 待会儿 李小姐 我没有走啊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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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妈 梦中真的走了吗 小小姐 我没听到这 我该守住他 我该守住他 我真不敢想象 梦中这一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既然他人已经走了 我们只有祝福他 平安闹达昆明 早点跟河沐天见面 小龙 你看 孟竹会被答应明远的求婚 你听过了我好几次 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答应啊 我又不是李孟竹 哎呀 孟竹 你说呢 我说啊 看不出来 明远能有这份勇气 不过 光凭他这份诚意 应该可以感动孟竹呢 是啊 孟竹实在是太可怜了 应该要有个人 好好爱他才是 哎 主角来了 你们自己去问他 明远 孟竹答应了没有 我还得给他时间考虑 明远 我们都祝福你 我们也祝福你 我们也祝福你 哎 孟竹啊 定了两次婚 嫁给第三个男人 老天三位做弄的呢 哎 我可警告你 待会他们来了 你可别晾开玩笑 姚明远是很重视这张婚事的 哦 明远这是表现 够漂亮 够潇洒的 不愧是咱们一专的 这种关头啊 挺身而出 好壮烈啊 要不是明远抢奸了一步 我也会心甘情愿这么做的 我这回啊 承认你们一专的够益器 谁想不到何明远会是这种人 哎 更可恨的是啊 孟竹到昆明去找他 居然他并不见面了 对啊 我们都认错人了 再也没想到 他那么风度翩翩 居然会是个骗子 哎 你们是来聊天的 还是来帮忙的 今天是明远的结婚大典 不是何慕天的审判大会 谁要不服气 上昆明就把他揪出来 痛打一顿 我要是再碰到何慕天的话 我就给他当头一拳啊 哪有那么欺负人的 见面三分情 我想你未必吓得了手 何况以前都是吃他的 喝他的 你好意思番你跟番叔一样吗 是啊 我也想过啊 来了来了 新郎新娘来了 来了来了 心忙新娘 新娘新娘 新娘新娘 张新娘交换私物 结婚仪式完成 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 爱和勇裕 永结同心 祝你们 祝你们 永结同心 爱和勇裕 谢谢 介绍人说几句话 我们南北市 成立到现在 也有半年多了 总算是促成了 第一队家偶 还不知道我们之中 下一次接棒的是谁呢 小龙 小飞 可以轮到你们了吧 要不 还是 吴胖跟许鹤林 还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次在茶馆 赌气对唱的时候 那件事情 好像还是 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对不对啊 小龙 对对对 那还唱得好过瘾啊 对啊 第二次我们要在 国大戏院碰面 真巧啊 是不是小龙 是啊 就是那个晚上 我对小飞燕啊 大为忠情的 他整晚上 又是骂我 又是对我翻白眼的 哎呀 用尽的方法 来吸引我的注意力啊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是去捧苏秀文的场的 他捧什么场 连票都没有 要不是和睦天 是真的 小龙还写了好多情书 给苏秀文呢 谁说我给他写情书的 根本是造谣嘛 明远 梦主 我敬你们 梦主 梦主 小镇给我们敬酒 明远 梦主 我们祝福你们 我们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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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哎 宝贝啊 这是人家过瘦的贺词 怎么拿到婚礼上来讲嘛 啊 我说的不对啊 对 对齐了 要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呢 哎 哎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再见 谢谢 再见 再见 明远 好好珍惜 你得到的 好好照顾 我们中间 最焦顿的小花 谢谢 明远都是前世注定的 不要辜负了月下老人 费心为你们牵的红线 更希望你们的手 永远握在一块 哎 校长 我们走 好 校长 孟卓到底在什么地方 他跟杨明远结婚了 不 不可能的 孟卓不会变心的 他不会嫁别人的 校长 你必须告诉我 这两个月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要知道真相是不是 好 但我告诉你 一个星期前 杨明远 和林梦卓 在这茶馆 卸得婚的 王孝辰当主婚人 我当介绍人 小飞燕当女兵线 你还有什么可疑的 他会不会想不开啊 想不开啊 他早跳河了 也不过才做一下午 可是就快要下雨了 他为什么不进来躲一躲雨呢 当然他知道自己不受婚姻 所以不敢进来 今天学校注册 他也没去 大概是不好意思见人哦 那他回来干什么 哎 他以为自己很高明啊 可以把女孩子 管弄在鼓掌之上 要不是梦卓去一趟昆明 恐怕到现在 还被蒙在鼓里呢 是啊 从梦天太美良心了 梦卓怀的孩子 千万不能告诉母爹 否则梦卓一辈子 做不了人了 就把这件事情 当成我们的秘密吧 好 为了梦卓的幸福 我一定会死守住这个秘密 哎 你们谁都不许说哦 好 谁都不许说 这件事情 我们到此为止 来 你打勾勾 可是终于有个人 去劝劝他 我去 再这样吹风吹着急 你会生病的 我送你回去 我已经无处可去了 你租的房子 不是还在吗 那里全都是梦卓的影子 他都不在了 我要回去做什么 那 我送你回宿舍 宿舍的人全都不理我 见到我就远远地避开了 好像我身上有瘟疫似的 听说你连侧都没住 是不是打算再回昆明家 这样也好 你的家人 不都在昆明 我已经是家里的叛徒 凭人眼中的恶人 天地是大 竟然没有容身之地 莫天 我很替你难过 但是你实在不应该玩弄梦卓的感情 我吃回来是有原因的 我绝不是故意的拖延 但是 他连给我解释机会都没有 我一回来 他已经是明远的太太了 你大概还不知道 梦卓曾经去昆明找过你 梦卓去过昆明 他什么时候去过昆明呢 一个月以前 谁也阻挡不了 他去昆明找你的决心 可是我不知道他来过 你当然不知道 接见他的是你太太 是韵文 他完全没有告诉过我 莫天 你怎么远先欺骗像梦卓这样善良的女孩子 你既然已经有太太了 根本就不应该招惹他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我懂了 我完全懂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我等了两个月 才等到的离婚证书 一张血淋淋的证书 我用我所有的一件去换来的 但是现在 他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他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咦 阿嬷